所以这个全新的界面 坦白讲大家用的时候也许不习惯 可是我们第一次看到在Facebook上面 有上千个志工 还能把人帖去真的就跳出来说 我告诉你这个要怎么做 像刚刚大家在帮彼此找PR code这样 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是自己参与的 就算不是我生的我接生的 我帮忙养的对不对 那这样子的话大家就会觉得说 政府是打奖的 所以大家在参与的过程里面 就可以一起去把在不同的主张 来把它这样子做出来 所以大概就是靠套这种开放政府的方法 去让整个社会 包含这个business, society, environment, governance 各个不同方向的朋友 都一起去找出对大家好的一些innovation 所以这大概是我们在做开放政府的 一些基本的一些想法 有一个朋友追问 我们追问就先处理 开放政府的观念 是不是有具体的政策方法 编造正式的十二年国教的公民课程 有 而且呢我们现在 在这个有很多的教科书商 其实有来interview我们办公室 就已经写到这个国中的 还有高中的 主要是高中的公民课程里面 我们这个联署平台 最active 的有两种使用者 我们有做demographic 就是台湾两千三百万人嘛 那实际有来用过的已经有五百万 所以真的很多 就是one quarter population 那里面呢 会在上面花最多时间的 有两个segment 一个就是十五岁上下 一个就是六十五岁上下 这两群人时间比较多啦 其他人要打拼 要上班啦 十五岁跟六十五岁 时间真的是很多 有事没事就要在上面连数一下 而且呢 其实呢 这个他们 花很多时间 就是我们在上面呢 看到的呢 其实不只是 中文平台嘛 我们如果到中文平台 我们看到不只是行政院啦 我们也可以看到 好比像说监察院 就会问说 行政院要做哪些新的事 问大家有什么疑虑 问建议 大家没有什么建议 问疑虑 大家都有很多疑虑 然后很多这个县市政府 也都有采用 我们到行政院里面来的时候呢 也不只是可以连数提点子而已 包含说 你看这个政府的 所有的预算 所有的支出 我们就把当年 2012年 临时政府 G01的那样子一个project 把它整个merge 进了政府来 因为我现在就是当政委嘛 所以就把当年我们做的那个题目 2012年的题目 全部变成由政府来维运来维护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所有 包括1740个计划 全部都一览无名 然后呢 大家就可以看到最红的 大家最在意的是 长期照顾啊 对不对 长照 这个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在意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长照2.0的计划 它是一个十年的计划 从今年到第三年 每一年它的执行进度 预算的执行率 开了哪些标案 做了哪些 所有的KPI 全部都一览无名 在底下就有很多朋友 就会开始问一些 长照政策相关的问题 那你也不用去找媒体 也不用去找立委 我们所有的这个 卫福部的同仁 就直接在这边 直接跟你一对一的回应 那它每一期就还会做一个计划 说这一期大家关心的题目是什么 那我们长照的政策 因为大家的关心 有什么条件等等 所以这些东西就是 刚刚Transparent Government 就是完全透明的去让大家看到说 我们政府实证的这样子一个方法 所以这个呢 不只是在我们十二年国教课纲 在我们公民课本里面 其实呢 很多老师也是用这个 直接来当做 他们教 像这个是教 可能是健康啊 或者是教这个 就是Health的这个课程 那每一个部分都可以变成 不同老师的一个题目 那我在当这个政委员 没有多久 就有一个很多人连署的连署案 说希望全部都禁用掉 这个塑胶吸管 而且它特别是说 可能海龟嘛 就是有很多海洋生物 会被这个choke 那到现在其实 台湾像麦当劳啊什么 都已经很主动的去禁用 那内用也都换成可以分解的 跟不锈钢啊 等等的这些吸管 那这个当时的连署人 我们环保署大家都 这个严正以待 他可以动员几千人 一定是很厉害的 那个环境运动工作者 结果呢 她是15岁的一个小女生 所以这个是他们公民课的作业 他们高充公民老师 就是要他们 去网路上面去发起点数 想办法找到一个题目 能够号召大家来参加 所以这个15岁的就 非常厉害 他就做了很多图文啊 很多影音啊 然后就真的让台湾的政策 就有改变 所以我们就是 不要小看15岁 他虽然不能投票 连公投都还不能投 但是透过这样子 社会运动的方式 大家集思广益 不是上街头 是网路去 马路嘛 直接在网路上面 凝取大家的意见 这个就是很work 所以这是回答大家的一个想法 不只是家境可抗 我们现在实际教育现场 大家都已经在使用的 有16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这个民调的正确性如何 这是非常好问题 其实呢 民调他 可能接过民调电话 可能都知道 很多他问问题的方法 他问的那个问题的题目 他问什么顺序 其实一定程度上面 他可以去引导 你这个回答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 我觉得最好的民调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自己写问题的那种民调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像slido就有点像 因为大家写问题 然后大家按赞嘛 赞的数量最多 我就知道说大家最关心 那这个不是 我预先想好 我写10个问题 让大家去按赞 是大家自己写问题 然后大家自己按赞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说 我们现在在网路上面去做这种网路民调的时候 如果问题是自己写的 如果呢 在上面呢 是没有reply button 就是大家不会彼此互相攻击 大家就是按赞 或者是按同意不同意 这样子是最能够反映出大家的这个见解 所以我这边呢 跟大家demo一件事情 这个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它是叫做 我们叫做数位对话 Digital Dialog 那这个呢 大家就可能记得数位对话四个字就好 或者Digital AIP 这个是上个礼拜 我们才跟AIP一起launch的一个 美国以前从来没有去 在跟任何其他国家 用这种公众外交 数位外交的方法 去让大家都可以自己去表达 我们对台美关系 未来有什么想法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 它叫这个智同道合 智是智慧的智 是运用网路 然后跨越国界 所以呢 它会问四个题目 每两个月问一个题目 这个月第一个题目是 美国跟台湾应该要怎么样合作 拓展台湾在全球社会的积极角色跟参与 How should the United stand on time We're together to expand our constructive role and participation in all the community 可是呢 这个就不是民调 这个是每一个人 他可以自己写 所以呢 任何人你加入 你加入之后 你自己就会去写说 你觉得台美关系 应该怎么样 好比像说这位Robin 他说 关系人权言论自由 跟收入不均的美国人 应该跟台湾人站在一起 多了解台湾这三十年的 民主治理跟民权运动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recent history of common democracy and civil rights movement 好 那我假设这边应该没有人反对 我反对要举个手 那如果这边 大家赞成就按赞成 赞成你看 我这个代表我的这个 就往右上角跑一点 表示说我跟这些人比较像 然后呢 就有一位苏小姐 说这个 The U.S. should assist or support Taiwan to join international trade agreement like the TPP or other countries confront China's increasing negative influence booting obstacles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大家如果 一些英文就有自动中文翻译 一些中文就有自动英文翻译 所以这是白灵国 那不管你同意或不同意 你就可以这样子点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说 其实台北关系在台湾是一个相当 device topic 就是大家都有不同的想法 那所以呢 这个也算法会自动帮大家去分群 然后呢 分群的这个方式呢 它会自动找一些device的一些point 像说 是不是每一次 这个中国阻挡台湾的时候 美国就要在别的地方去 帮台湾创造一个机会 让中国知道打压是没有用 右边的72个人 这个都很赞成 左边呢 就没有那么赞成 那但是呢 左边的跟右边的 有不同的想法 但是呢 我们还是可以看到 大家有共同的想法 好比像说 所有人 所有人 都同意说 几乎所有人 都同意说 台湾处于全球对抗专制的前线 可以跟美国合作 宣扬台美的共享价值 法治 言论 集会自由 宗教宽容多元化 坚持重视民意的市政 或者是说 台湾可以成为美国 扩散印太策略的中心点 用这个地缘位置 发展向周边国家寻求 更多冒业和军事的合作 肯定台湾对区域 稳定的重要性 也就是说 虽然台湾可能分成不同的camp 但是呢 其实across camps 大家平常看媒体 可能比较看不到的 就是电视台 也不会特别去报的 是其实大部分人有共识 而且大部分人 事情有共识 所以每次两个月结束的时候 AIT就会办一个活动 去把这些consensus 去把它address 说好 那哪些我们就纳入 接下来台美的 共同议程里面 那像这样子的做法 我们可以知道说 你就算不同意它 你也只能按反对 因为它没有reply button 所以网军在这边 是完全没有办法实力 就算它动员 一千个机器人来 它全部都按一样 它在这上面就是一个点 就等于是一张便利铁一样 它没有办法扩增它的面积 因为我们这些measurediversity 我们不是measurehead count 所以这个东西 它是可以很快的去 收敛出一个consensus 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 也很欢迎就是直接google 这个数位对话 或者AIT digital 那就可以到这个画面 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起来contribute 就是台美未来关系的 各种这样子的见解 那有数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请问用华为的产品 有怎么样子的严重性 对这个国外的影响是怎么样 其实台湾是就是 就是过去几十年以来 就是其实一直都是在 民主阵营的最前线嘛 那这个其实我们在当年四局 网络固件的时候 大概六年之前 我们国安会就已经做成了一个decession 就是说在当时我们就已经特别说 我们的communication infrastructure 我们的通讯的基本建设里面 不可以用PRC过来的component 任何component元件都不能用 为什么呢 因为虽然他们当时说这是market force 就是市场竞争自由竞争这些 但是我们当时就已经发现到说 其实只要就是它大到一个程度啦 在PRC里面一个市场里面的企业 跟国家的企业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它有各种non-market的方法 去想办法去让这个企业 让它能够听就是国家 或者大百的控制 共产党的控制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不能risk说 那我们在4G里面去放这种 它说它只是一家公司 但是escalation的时候 就是天知道它会不会 还是一家公司的这样子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当时就已经做了这样的决定 那所以到了今天 其实我们这个当然范围就更广 我们不但在5G部件的时候 也是延续我们以前4G的这个decision 所以现在各股现在慢慢都开始evaluate 我们就很高兴 好像他们终于醒来了 我们当年就6年前就做这个decision 但是呢我们现在碰到 当然是各种各样的multi model的混合模式的 它不只是这种infrastructure 当然也包含这个除了危害子通安全的产品之外 还有境外资金嘛 干预选举啊 还有刚刚讲的影响收入 稳定的假讯息等等 我们现在都是在一一的去处理 像境外资金 因为台湾有非常透明的政治现金法 只有台湾人可以捐给候选业 而且每一笔哦 它都要用机器可以读excel 那这个是去公开 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上次选举就注意到说 很多资金它就不能走政治现金 因为它被揭发嘛 它就跑去 像刚刚这个旭服务讲的一样 去买广告 去这个买 它叫precision targeting 所以我们现在在立法院有个法案 我们希望可以尽快通过 就是说 叫做跟美国这边 honest advertisement 是同样的想法 就是说 你的对政治的捐献 应该要把它当做是 不管是你们advertisement 还是你捐给候选人 要一时同仁 只有台湾人可以去 帮台湾的候选人买广告 而且每一个广告商 他中间这些操作的人 他要像洗钱房子一样去揭露 他的钱是哪里来的 我们要一直追到最后面 确保说他都是domestic 而且他受到 类似政治现金的这样子 disclosure的这个管制 那确保说我们不会被 就是foreign money take over 那当然不是说他 上一次大选的时候是违法的 因为我们就还没有 王阳不老吗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 很清楚一个sense 就是你帮候选人买广告 帮任何 包含公投议题买广告等等 这个就是跟政治现金 是要一样的事情 就是只有台湾人可以做 而且他要受到disclosure的这个规范 所以我想这不只是 ciber security 方方面面我们现在 都有一一的去处理 那有16位朋友们问说 那针对台湾的媒体 被这个PRC操控 还有做一些disinformation 请问当局有没有办法控制 其实我们刚刚当然 讲了非常多方法 有一些是Prosos 加加群众外包 有一些是我们政府这边 可以及时的去进行澄清 好比像说最近跟LINE 就有一个叫做数位当则计划 这个也是相当新的一个发展 这个呢就是说大家应该不久之后 在LINE上面呢就会有一个 专门做讯息澄清的一个专区 那就包含说行政院这边的一些 及时的澄清 或刚刚讲的真的假的 或者在LINE上有很多啦 像什么莱姆九图斯啊 有一个叫做MicroPen啊 然后有另外一个叫做 台湾视察的中心这些 都会在这个专区里面 即时的你按一个TAP 就可以看到这些澄清的讯息 那LINE自己也会成立一个 官方的就是举报 就是不实讯息的一个账号 所以呢就好像帮每个人 预先都装了真的假的一样 现在是你有加真的假的 你才能去举报吗 那之后呢LINE呢 它会发展 你可能按着不动或怎么样 它会设计一个affordance 让大家可以很容易地去举报 不实的讯息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LINE跟 就是公民社会的社羡社群 这些像距离不一样这些社群 然后也还有我们这边 即时的保证说 在一个不实讯息出现 行政院这边一小时之内 就回一个图卡把它沉清掉 那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回的够快了 这个图卡甚至碰到的人的速度 还比本来的那个假讯息要来得多 那只要让事实传播的速度比较延快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比较没有那么怕 这些organized的生意和美食 所以像LINE这样子的 愿意跟行政院跟公民社会合作 我是觉得是非常commodable 非常值得去鼓励 那当然所有其他的大的平台 我这次来美国 接下来去DC 也是想要去进一步的去讨论说 我们可以怎么样加深加广 在这个方面的合作 去确保说大家都有我们叫 数位当者Digital compatibility 就是对于这些假讯息的传播 能够给得出一个交代 那有11位朋友问说 这个对中国的脸孔辨认 有什么对策 确实就是说我们目前的台湾发展AI 跟PRC发展AI 其实是走在这个背道而驰的这个方向上面 我们是就是Human Right Preserved 我们是非常注重的人权 那他们是觉得说 其实就是State 它可以去掌握全部的权力 所以可能双方发展都很快 但是因为背道而驰的关系 所以去比这个速度已经没有意义了 那所以我们现在大概两件事情 一个是说我们要提高大家的 对Cyber Security的一个意识 那尤其是说在像Face Recognition 这样子的技术上面 我们现在呢在台湾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案子 这个是叫做社会创新实验中心 在任爱入三段99号 大家如果知道建国花市 它就在建国花市隔壁 以前空军总部那边 那现在呢它变成什么呢 变成台湾所有的Social Innovation 就是大家一起集重人之力 然后去达到一些公益的这个作用 这些的事情的一个实验场 所以呢我自己每个礼拜三 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 都在这边办公 任何人都可以来找我 然后呢我唯一的这个要求就是 你跟我聊天的这个记录 我要全部公布在网络上 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试一个AI的一个mechanism 你想要做一个好比像说 之前有人来这边做无人车 MIT Media Lab 来这边做无人车的开发 这个无人车呢是三轮车 那它跑得很慢 虽然从妖数跑得很快 但是呢它要做的事情呢就是说 它去实验说我们怎么样子去做到一定程度的AI跟人物相 良好相处 它不会撞到人也不会怎么样嘛 因为它开得很慢 那看这个社会 因为它整个都是开放的 你只要会一点点城市 会一点秘密 你就可以来改这个AI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跟PRC最大的不同 就是说PRC那边的各种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 人民是改不动的 人民是改不动的 那我们呢 我们就是确保说这些东西大家都能够了解 而且大家都可以改得动 所以呢 像一开始他们就觉得说 前面这个红色的眼睛 他碰到不知道怎么样 判断的时候会亮红灯 这个很不friendly 所以说呢 北科大的一些学生呢就进来 然后就帮忙改一个眼 他现在有两个眼睛 然后看你而且还会眨眼 就是说他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确保说 好比像说你去逛建国花市 可能买一些烂花 什么可能很重啊 那他就可以易不易去在旁边跟着你 那你买了就往上面放 那如果快买了 他可以再叫一台来 那你买一买你就骑到第一台 他就送你回家之类 就是说我们是看到社会上真正对AI有什么需要 是社会去给科技一个demand 然后说你要来meet我的需求 而不是说好像科技去给社会demand 说社会现在大家都要social credit 都要做人类辩识这些 所以重点是他的技术是一样 可是差别是谁来的 initiate 如果是我们透过公民自己的需求来initiate 那随时他可能走到这个不太好的一个方向 大家就可以cancel掉他 但是如果是由上来下 又是国家来initiate 那他就目以沉走 大家只好去cope 去这个上游政策下的对策 所以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 就是说台湾的innovation的方式 就是social innovation是社会有需要的 所以我们才去做这些AI的研发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台湾这个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制度 我们也是最近两年在推的就叫做sandbox sandbox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可能有些新的发明 这些AI的发明 然后呢他可能是做平台经纪 可能是做fintech 可能是做self-triving vehicle 但是呢这些呢 他本来的法律都没有想到 所以说呢他其实是 既不是合法也不是不合法 但是本来的法律没有想到 跟法律有一些比处 所以我们的想法非常简单 就是大家都可以到这个网站sandbox orgtw 然后呢去提出申请 说我有一个新的想法 但是我本来这个法律不一定愿意让我这个这样子实验 那我想说我的这个想法比较好 所以就跟居邻里是把政府的网站分支 fork出一个更好的版本一样 sandbox就是把本来政府的regulation 政府的法规命令 fork出一个你想象中的版本 然后呢我们会帮你去matchmake 去找到municipality 找到现实政府 然后去说 那他在这个地方给你一定的时间 大概一年去做实验 这一年里面我不来罚你 我不开罚单 等于说你可以合法的违法 那在这一年里面你试试看说 你这个新的想法对社会有没有好处 如果对社会有好处 那我们就match 它就变成新的regulation 如果社会最后没有办法接受 那我们就感谢你付了学费 然后下一个innovator 就可以用一个不同的方式 所以这等于是从一段时间的 limited monopoly 因为别人都还副合法 这个明合法 去换open innovation 这跟pattern是有点像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们目前有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sandbox experiment正在做 那甚至像说无人暂居 我们也是全世界第一个说 没有分路海空啊 你可以开一开飞起来 你可以在海里面上岸 所以按照实际的社会需求 我们实验一年 最多再扩大实验一年 我们就会把它match到法规里面 所以是如果我们的立委觉得说 那我要这个parliamentary deliberation 我要好好地把它做成一个法律 那他们可以讨论三年 或讨论四年 但是这个中间你的这个实验 都还是合法的 this model 还是继续走 等于就是limited amount of time monopoly 再多一点点的时间 那等到这个法律确定了 那当然有竞争者就会进入市场 所以这叫做regulatory co-creation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我们这些做policy的人 我们不需要去regulation 我们没有第一手经验的东西 大家都有个一年的第一手经验之后 我们再来讨论怎样做regulation 所以这叫用社会的创新去带动法规的创新 那这个也跟就是在prc 他们由上而下 画一大块说好 那这块里面就是只有某个interest 我可以牺牲掉所有其他的interest 这种做法是相当的不一样 那所以我们是在试一个非常不同的governance model 所以这个其实是 我觉得我们在发展AI的时候 是一个相当不同的价值的一个选择 有13位朋友们问说 请问有跟国安会有没有关系 能不能解释我的工作项目 国安会能不能控制中共和国民党的假新闻 李大为是他 是不是原来是国安会的chairperson 有没有新的 能不能帮忙称称杂志吗 并且向香港中国尤其有特效的国家入北面 积极地解释台湾的立场 以及正确的新闻 那这一共是七个问题 不过 不过既然有13个赞 我就这个一一来回答 我的工作的前提 我进内阁其实有一个public negotiation 有三个工作条件 一个刚刚大家已经知道 就是location independence 我在那里上班都算上班了 所以就是我在空总上班也算是上班 我因为这个地方创生的关系去巡回全台湾 然后在所有这些远住民啊 或者是其他比较偏远的这个偏乡啊 跟大家面对面会谈 但是呢 我的12个部会的同仁呢 都在台北这个空总 还有台中 现在讨厌也要有了 我们透过video conference 大家及时来确认地方的需求 这样子也叫上班 这叫社会创新的一种巡回 这个也是上班 我在detroit也是上班 我待会去 就是之后去DC也是上班 所以这叫location independence 那另外一个 我的工作条件呢 叫做radical transparency 简单来讲 我主持的每一场会议 每一个lobbyist来找我 每一个journalist来找我 不管谁来找我 我都是来者不去 但是有个条件 就是说全部都要公开在网络上面 大家都会收到这个逐字稿 收到之后呢 大家就会花了这个十天的时间来编辑 所以呢 大家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在PETUS 就是我的办公室的网站上面 就可以一下就可以看到说 从我入阁到现在 跟3794个人 就跟我聊我自己 一共讲了188,170句话 那一共开了868场会议 对 谢谢 谢谢 欢迎各位训练 那所以 而且这个不是上级班会议 就是做个会议记录就了事 我们每一件事情 像我们这个最近在这个处理浴港 能不能钓鱼啊 这些案子 包含会前会 只要是我主持的 大家就可以看到里面 每一个公务员 他在讨论的过程里面 他怎么样发挥他的专业 他怎么defend他的部位的立场 他怎么样子去就是做公共政策 所以每一个人就是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 然后全部都在上面 大家只要google 都可以google的到 然后每一个都有他的一个连结 所以他可以变成一个social object 你可以quote他 你也可以分享他 那这样的什么好处呢 就是大家都可以知道 the why of policymaking 而不是the what of policymaking 大家都可以知道 我们为什么在讨论这些政策 而不是我们讨论出哪些政策 但是呢 这个呢 其实是政府资讯公开 里面的一个exception 因为一般公务员在拟稿阶段 在drafting stage 其实是不对外平台的 全世界都是这样 但是呢 他有一个exception说 只要他有跟公共利益有关系的 上级如果同意的话 才可以公开 所以我入阁的条件就是说 我看到了 我主持的 每一场会议 都是公开对公共有利益 就不用再问了 我跟每一个院长都有这样子讲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看到的一切才可以公开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就不能接触国家机密 因为国家机密法里面说 任何一个资讯系统 它只要input 有一点点国家机密 那它的output 就全部变成国家机密 所以我处理 像刚刚大家看到的 资安假讯息这些东西 都是通案 我没有办法去接触到个案 因为个案里面就有 那就是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就有state secret 所以这些部分呢 好比像说像国安 我们也有做一些协作会 也有讨论 他不想要东沙 要不要开放观光啊 这些 那在里面通案的部分 我就很经常 但他在讲到对案的部分 那我就必须要退场 所以包含 那个就是演习的时候 我们每年都会有很大的演习嘛 演习的时候呢 我就请一天假 所以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 反空洞在哪里 所以这个是 跟大家的一个 这个synchronization 就是说我跟图案会同步的部分是限于这种就是在专业的数据叫做open source intelligence OSINT的这个部分 那我的工作项目呢 一共有三个 一个就是开放政府 确保大家都是不是炒的要躺 只是到厨房里面一起炒菜 那另外一个就是social innovation 就是确保说大家所有这些公益的这些目标 我们可以汇聚整个社会的这个能力一起来做 那第三个就是use engagement 就是我带着这个青年咨询委员跑到全台湾 然后去确保说青年觉得说 就算他只有15岁 他也可以参加这个public participation 那当然最近一年又有这个digital diplomacy 公众外交的这样一个任务 所以这下来我的工作项目 那国安会能不能够控制 或者中共或者国民党的假新闻 刚才这个徐富已经有讲 就是如果他是新闻台的话 目前是由NCC在进行采取 那当然NCC最近比较active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我们就不讲细节 那但是呢 其实更重要的是 不是新闻上面的disinformation 而是在line 或者这种私下的管道的disinformation 因为在新闻上面 至少大家跟进共闻 大家是可以算得出来的 那个描述啊 它的不实啊 它至少还有一个采发的对象 但是如果是在line 或者是其他的social media 它是 其实国家是没有办法去排差一点 因为它是叫into-end encryption 就是只有发的人 跟收的人才知道 所以这个就需要靠大家 就是用于去 不管用真的假的 或者未来line的那个数位当者的 那个澄清的方式 一个一个去检举 然后尽早的让整个社会知道说 到底哪些rumors在spread 那些disinformation在spread 那我当然可以帮忙澄清 事实上我们在 大概我刚入门没有多久 就已经有提出说 我们只要让澄清的速度 大概到一个小时之内 只要让真实的咨询 可以散播的比谣言快 那我们就不需要那么担心谣言 那到现在 尤其是LUS 发言人上任之后 我们现在就慢慢meet 这个60分钟的golden standard 我们会把部会之间 每次做那个速度上面的比较 所以本来是大家可能 平时都要五个小时的 那大家发现说 这个交通部门内证部 忽然变四个小时的 大家就追四个小时 三个小时两个小时 所以现在慢慢的就是 整个部会都已经了解到说 这样一个trending rumor 那他们60分钟之内 60秒之内 要机器人才能够做得到 但是这个我们也 这个我们也在想办法 其实我们在这个之前 在黑客总里面有一个题目 就是把各部会 本来就有的新闻稿 能够在60秒之内 自动翻成湘民的语言 然后自动贴到PTT上面 那我觉得我对这个技术 也非常的有兴趣 就是说如果这个做到了的话 那公务员就不用特别去学 这个网络上面湘民的语言 我们就只要写公务员的那些 本来就会写的press release 它就会自动翻成 recatch的这个title 所以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是在一个一个在发展的 那最后就是说 怎么样积极解释台湾的立场 以及正确的这个新闻 我觉得这个当然是 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们大概做的具体的做法 其实就是像刚刚讲的 用图卡 蓝额包继续申请 这些当然是比较reactive 但是我们更active的 其实就是让我们的 好像我自己 general available 任何人觉得 在推特上面 对我们的政府有什么想法 他可以直接对外交部 对我们每一个住处 有推特的住处 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 直接的tweet 那甚至有时候 我们外交部长 就是JW 他还会自己去在 Mofa台湾的那个账号 他会自己写 你怎么知道他是自己写 而不是他小编写什么 因为他后面会签一个 dashJW 就表示是我们外交部长 亲自的去写出的这一则tweet 那推特的好处就是说 大家各部的外交官都在上面 所以说我们在上面去 即时去澄清一件事情的时候 大家就会转退 就会retweet 那各个住处呢 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去reach 到他们的这个 audience 所以呢 我跟外交部在推特上面呢 是满命切的在做 然后呢 我不管有什么新的讯息啊等等 不管是 就是我们总统的 推特 或者我们总统 方言的推特 或者是外交部的推特等等 我们大概都各自其 然后去reach 到 这个不同的 audience 那所以我会建议说 大家如果有在用推特 或朋友有在用推特的话 也可以多subscribe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 public diplomacy 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那有11位朋友们问说 中国现在5G的发展 没有领先的优势 对台湾的未来的影响 如何 政府要如何来应付 大概几个嘛 一个是说 当然中文也不是唯一的 一个5G的vendor 那我们不管是 就是之前 公平会跟Falcom 有reach agreement 就是它要发款转投资 这个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了 就不多说 那或者是说 所有的国际的大厂 现在要发展 所有的AI embodiment 就是说 把人工智慧 装到 像刚刚那种无人车里面 它需要5G 然后非常快速的 去判断旁边的周边的讯息 车子跟车子之间的通讯 所有西部的这些大的 像就是 Microsoft Amazon Apple 这个Google 等等 都已经在台湾设立了 可能上百人左右的 这个research center 所以我们在做的方法 就是说我们去 确保台湾是一个很好的 living love 就是任何人他想要在 实验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去实际的 goach 这个社会 到底能不能够 对社会有正面的影响力 而不是只是好像 由上而下 逼着社会去接受 所以这样做出来的 innovation 其实是比较skill的 它也比较能够 卖到全世界去 所以这是为什么说 各个大厂 现在只要在做 AI embodiment的这个题目 它都会跟台湾去 有非常多 R&D上面的合作 那我觉得这一点也是 台湾的一个优势 就是我们是 一个open innovation 的很好的一个地方 那有11位朋友们 这个想要问说 在台湾跟美国 都有深入参与黑客松的project 能不能让大家多了解一点 当然可以 我们现在正在这个 ungoing的一个project 就叫做总统 Presidential Hackathon 那Presidential Hackathon 是台湾这个 从去年就开始举办 然后明天提案截止 好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这个就是我们美年 这个是一个要点 所以其实美年都一定会举办 美年呢 去跟全个社会 去说如果你觉得 总统的政见里面有一些 你觉得可以用更好的方法来做 那你就来提一个案 提一个案之后呢 我们呢就有三个月的时间 会做三件事情 第一个 帮你组一个 Tri-ling or Tim 就是如果你是 资讯的专家 但是你没有资料 然后或者你没有 Domain Knowledge 那我帮你找另外两个人 或者是说 如果你是一个机关 你有资料 但是呢 你需要这个民间的 资讯分析的专家 Domain Expert 那我们就帮你找 这另外两种人 所以找到这三种人之后 形成一个Data Collaborative 就是大家一起协作 去把资料价值 用到最大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个呢 在这样子美合完之后呢 我们今年会 大家都公民这个投票 投票呢 这个去选出 20个最Promising的Project 我们会把其他 80多个没有入选的人 重新Shuffle 让他加入这20个Project 然后呢 去集中开发 大概三个月的时间 第三个到最后呢 我们会在总统府 一个Demo Date 让大家这个 就是这些评审 应该是 好 评审团有出来 就是这些评审 我不是召集人 我是不会评分 但是这些人会评分 像这位许熙 就是刚刚那个 梅玉怡的作者 每一个大概都是有做 Social Innovation Project 有很好的正面影响 的这些朋友 会实际来评说 好 那我们最后选出五个 比方说2018年 我们就选出了五个 像这个零时差 就是去说 那如果在地道 有人发生这个疾病 或者是重伤 他要不要用直升机 飞到本岛 那晚上飞 其实很危险 那如果大家不相信 在地的医生的话 就更危险 所以他们就用 视讯多方会诊的方法 一下子就把 后送中心 大运营跟离岛 串在一起去进行判断 那或者像抢救水宝 就是台湾自来水公司 它那个塑胶水管漏水 它用Mission Learning 去找到民间的 这个Mission Learning的专家 让那些师傅 本来要一年多 才能让台湾 一全听到新的漏水 现在变成了 缩短到十分之一的时间 就可以知道 新的地方有哪里漏水 这个技术 后来还跑去 纽西兰 跟纽西兰一起工作了 三个月 那所以这也很有意思 因为纽西兰 是足够相信台湾 才会把它的水压水流量 这些资料 通通都交给台湾的团队 那或者像这个是高雄气暴 如果重新发生的话 怎么样让救护车 能够起到 Information Coordination的作用 就不会送出医院等等 或者是像这个是 提供法律辅助啊 其实一些弱势的朋友们 他可能不会开车 那目前法福的点都是在 就是用开车去算 平均基地都有点 那其实是不对的 所以他们重新去去计算 确保大家都有点 然后像这个是 新北市跟台北市一起 去让社工在造访一个家户的时候 有更多的资料 确保说 不会再有这个 二少受虐的情况等等 所以像这五个队伍 就是去年的五个优胜队伍 那大家可能会想说 这是总统杯啊 奖金是不是也是总统级的 你看很抱歉没有奖金 没有奖金 完全没有奖金 那大家的这个奖品是什么呢 奖品是一个奖杯而已 但是这个奖杯呢 这个很有意义 这个奖杯呢 它本身是一个投影机 你只要放在桌上 它就会投影出总统 颁奖给你的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 跟着这个奖杯而来的呢 是一个presidential promise 就是说 我们花了三个月 证明说这个队 整个社会有价值的贡献 总统跟总统的团队 包含我们行政院的团队 承诺在接下来 九个月里面 也就是下一个budget cycle的时候 把你的想法 变成公共的一部分 由整个政府来帮你维护 那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才是真正的奖品 其实奖金真的不算什么 是这些去年的五个 five out of five 这些idea 现在都已经变成 我们公共有成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是靠着 这个presidential promise presidential will 那他们要去调资料 要去跟长官向上管理 要去调经费 要去怎么样 他才要把那个奖杯 往桌上的房子投影出来 后来直接就协调都不是问题了 就是说 这个有总统背书 是相当相当的重要的 所以我们的presidential hackathon 在去年是非常的成功 那今年呢我们也已经有高达 113个提案 那这些很多提案 其实呢你如果进去看的话呢 感觉上都是公务委员 尤其是科长来写的 我们这次呢 不只有行政院的 也有检察院的 也有司法院的 有各种不同的院 都来提案 那这些呢可能他本来呢 没有足够的预算 可能他需要院进的 部会之间的协调 他可能没有这个 长官的这个支持 所以呢 他一直都没有办法实现 但现在因为我们会做这种 trailing routine 所以说呢我们就会帮他找到他的民间的盟友 所以看起来就好像是民间在提案 然后他说 本科配合办理 那这样子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如果到最后没有做出来 他是没有political risk 他什么事情都没有 对 但是如果有做出来的话 那他这个credit就非常大 而且呢他的公务生活可能就因此而改变 所以我们就看到非常多基层的公务员 非常愿意来加入这个presidential hackathon的行李 所以我们今年呢 因为我们之前外销嘛去牛西亚这些地方非常成功 所以我们今年呢也有一个international track 那这个international track 就在接下来一个月里面 我们会去跟全世界的 我们叫做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 就是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 的这些开发者去合作 不管他是透过这个open contracting 就是因为台湾公布了大家看到那些budget啊这些东西 去帮我们促进infrastructure的这个健全 或者是用任何其他的方式 去让我们的infrastructure更sustainable 我们也会让这些国外的团队来总统面前demo 我们也会调两对 然后尽可能帮他们match 国外的这些创意来解决台湾的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我觉得还蛮新的一套 social innovation的机制 那这个同样的也不是说总统要求大家去做 怎么样子的创新 而是大家都可以许悦 而且就算你自己没有办法commit三个月下去 你也可以看我要许愿 就会到一个许愿池 那这个许愿池呢就是说 你完全都不需要会写真实 你只要有一个愿望就可以了 那我们就会想办法这个去找 像我们的副院长这个很有名嘛 他跟全国这个直播完还愿 我们就会找人来帮他还愿 然后后面上说很多朋友这个 认为新闻检举小帮手是很重要的 病例要中文化 随时查阅路灯跟智慧啊 无人机的飞案啊 这些都很棒 那所以我们就会帮忙这些去找到相应的队伍 去 fulfill 大家的这些共同的这个愿望 就是大概就是我们总统 被黑客送的一个 structure 大概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那有十位朋友 这两个问题好像是有点像 那是 to fill out China's happy in truth in times media 然后还有这个 我就直接念了 就是中国对台湾有公开武力的威胁 也是林郑岩石的上一堂第一锅 下一堂 对中自媒体和网络资讯抢上一堂 清算台湾主权下一堂的 集会及言论 是否有提高管制标准的计划 那这个其实 那这个其实 我们在就是 最近大家可能都已经有看到新闻 就是说 如果有人要公开地办一个活动 然后他 advocate conquering 就是说 如果他觉得 这个武力气律 是他的这个讨论会的主题的话 目前这是并不受欢迎的 就是这是不能够做这件事情 而且有些拿观光签证来台湾 想要做这件事情的 也已经就是fan off了 所以这个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了解到说 不管台湾从就是 几十年以来 从价值的抉择也好 从军事的对峙也好 或者是我刚刚讲 人类文明的这个 各种发展方向的 不同方向这个坚持 台湾其实都是很像一个 就是毅力不摇的灯塔 然后帮我们这个区域里面 民主自由的这些发展 去做出一个示范 那所以当然就是说 在以前 台湾在很多事件 像我们在2014年 就是占能力法院的时候 其实有这种感觉 就是觉得说 好像是有一点 独立作战的感觉 好像全世界不是很配合探视 但是我觉得台湾人民 也包含当然在座各位 其实一直都很帮忙 去 spread 这个 message 然后也确保说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 相当好的 民主自由的 这样一个环境底下 那我想大家会问 这些问题 其实我觉得 后面都有一个 云潭的一个概念 就是最近有 不少来自于北京的压力 那这个压力 特别是就是 不管是在台湾这边 想要办一些 军事侵略的论坛 或者它实际上 就是用军事为威胁 都是逾日俱增 就是不管是 可能在海峡的中线 去飞一些飞机 或者是说 去在我们 各种不同的官道里面 去像AIT 新闻台湾 当时我们去 announce 这个 digital dialogue 的时候 那总统也特别去 提出说 就是在那个时候 就在附近的周边 所以开始有一些军事的行动 所以这个都显示说 北京目前正在大坡 就是长期之间 大家各方一起维系住的 这样子一种 和平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们在做的事情 不只是我们在台湾 自己内部 用刚刚大家听到 这些方式去对峙 也包含我们去寻找 这个国外有人的这个援助 那在这边 其实我在来这个 美国的时候 我们的住处 有给我一份 这个最近这个 美国的有我言论报告 好比一下说像 我们美国的国务卿 蓬佩奥 那在上个月 在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 的听证会里面就说 美国正在采行 各种各样的行动 来阻止北京 对台湾的外交孤立 那美军的印太司令部的 司令杰克森 也在听证会里面指出说 习近平企图用 一国两制来谋求 所谓的统一 这个也没有办法 代表双方人民的 共同意愿 所以美国会信守 TRA的承诺 那其实我上个月去东京的时候 也日本非常重要的 一位社台的人士会面 那他也很主动表示说 他们会全力支持 台湾不管在 WHO 我看到门口有那个 连署啊 或者国际民航组织啊 这些的加入 所以其实我们 刚刚在那个 Digital Dialogue里面 看到的那些 like consensus 这个是很很 就是善用科技 丰富外交的一个方法 是让全世界知道说 台湾跟美国有一些 共同的一些价值 那这些价值 不是说好像 两国政府的外交官 谈定的 而是说大家 有一些共同的愿望 所以也是真的非常 推荐大家 有空的话真的是 到我们的Digital Dialogue 去看 那但是当然 虽然有这么多的外援 目前其实 这个最高票的质疑就是 希望美国可以多参与 总统被社会 创新黑客松 那但是这个 其实去年我们 这个AIT的出场 梅建华出场 其实就有来总统 被黑客松 那我们今年也会 更多的去拓展 不过当然 就是说虽然有这么多 群体的伙伴的支持 跟协助 那我们也无可会言说 台湾目前 面对的情势 大家刚刚问 这几个问题所代表的 其实就是 可以用险峻 两个字来形容 那在我看起来 其实就算是说 要维持现状 就是维持台湾 民主自由 这个现状 其实都是已经 充满的挑战 那所以我们在这个 捍卫这个 民主自由的过程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们一一处理嘛 刚刚看到 就是自动安全法上面 对于一些 威胁到我们的 同学安全的 或者是我们在 加讯息的防治上面 或者是大家 最近有看到 我们对于媒体的一些 这个 其实都不是为了说 一个党 或怎么样 因为我自己 其实也没有党派 是为了说 台湾不会被这一股 就是极权的这个侵略 去把它 好像是撼动到 我们的自由跟民主 那所以 我觉得在这里面 就是大家 这边问的问题 有一些是政府 可以做的 那政府也正在做 那有一些是 必须要整个社会 去 wake up 就是去了解到说 这个是真的是一个 新的一个情史 那大家 不管是 在line上面 就是主动的去检举 不实的讯息 或者是说 在这个 digital dialogue 里面 或者在自己 可以用的 social media 里面 去 spread around message 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 我觉得今天 当然 就是我在这边 没有办法去说 我们政府 本身就 有一个 所谓的 all encompassing strategy 因为我们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 但是这里很重要的 就是说 我觉得也越来越多人 部分党派都 realize到说 其实就是 PRC在做的这些东西 它就是要撼动大家 对于民主的心情 那我觉得这个才是大家 要一起去 fan off的一件事情 那所以在media上面 我觉得最好的 也是最坏的一个方式 就是 Mekrohan有一句 很很有名的话 他说 Don't hate media Be the media 不要恨媒体 要自己当媒体 那意思就是说 其实徐复在他的 keynote 里面 也有讲说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朋友 他自己愿意 当这个媒体的角色 那不管是说 像 我去 就是之前在 remote 在DC的时候 有一个叫做 Taiwan Watch 美国国会观测站 那而且或者是像 有一个叫 国家宝藏 就是G01的这些精神 但是不是在台湾 而是在美国 然后去开始说 美国政府 跟台湾政府 没有想到的一些事情 一起去track track 就是友台的法案的 这个progression 一起去track 说在美国的 国家档案区里面 关于台湾过去的一些历史 用手机很轻松的拍照 然后就可以 spread the message out 等等 那这些都是我们 就是公民科技社群 Civic Tech社群 一起去发想出来的一个方法 所以我觉得说 当然如果你的亲朋好友 就已经在那个 就是Civic Tech社群里面 那可以鼓励他 就是多 多去举办像 黑客宗这样的活动 我记得每次 之前在美东 举办的时候 都有很多相亲 去提供肚肉饭 或者去提供这个 很好吃的台湾小吃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重要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 social support的话 大家会觉得说 诶好我们在做的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但是只要有这个social support 话比方说我刚到Detroit 然后时差都还没有调过来的时候 就这个 这边就注意到 这个我4月18号生日 所以 这几天之内 整个非常 慕容的 这个 birthday party 对 然后我就忽然觉得说 诶 虽然我们在处理的是 就是非常险峻的这个形式 可是是非常非常有人情味的 就是大家都理解到说 这个就是大家要彼此支持才能够就是 走的比较长远 所以 我觉得这个真的 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 然后也 非常非常高兴说 有这样子一个机会 所以我也会觉得说 之后啦 就是大家 不管是公民科技的社群 社会创新的这些社群 在进行这些很重要的 去spread around 或者活动的时候 大家也就是像 办这个birthday party一样 就是不要吝息 去给他们这些work support 因为这样子的话 年轻人才会觉得说 做这件事情 他不是只是好像自己 孤军奋战 或跟网路上的朋友奋战 他其实是他的家人 他的整个extended family 都是支持他们的 那我觉得这个是 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叫做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好 好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看我在处理 这个举手的题目好了 除了线上之外 也没有大家想要举手把吻 我们留个十分钟给 可能就去阿扣一只都还没有找到的朋友 有看到那个 有看到那个 有看到什么 梅玉仪 对 所以那个是真的 是真的可以 可以用的 可以用的 只是我的问题就是这样 对对对 是可以用的 看还有没有 那边是 谢谢 你有没有像小英 有一个LINE 可以给大家 然后我们有感到 不舒服的东西 还是让你查证一下 还是 需要你的answer 非常好 这个 这个其实我会建议说 就直接用真的假的的那个账号 我有很多的朋友 都在真的假的的那个社群里面 大家一起去查证 比起我自己一个人查证 要来的有力了 有力量 所以我会建议说 真的有空的话 就Google一下这个 今天要是给真的假的 然后去用它 当作查证的这个账号 那我们现在也会 跟LINE继续去合作 LINE未来很可能说 这个它就会自己copy过去 变成一个官方的澄清的账号 为什么我这样讲 是因为大家 就算有我的LINE 大家传给我的人 毕竟比较少 那这个都已经有 几万人在用了 甚至快十万人了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比较看得到 那个假讯息的趋势 因为人一多 你就知道 是哪个东西正在流行 所以尽量用 现在用真的假的 那之后很快 LINE就是他自己的时候 也可以用LINE自己 我只是要告诉大家一下 提到那个美玉仪 我的LINE上面有 美玉仪是我的朋友 所以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 我可以帮你们 传送那个信息跟Cofax 嗯哼 好 非常感谢 对 美玉仪是加到聊天室的 Cofax是你看到谣言的时候 你转给他的 所以一个是input 一个是forward 这样子 好 那看大家有没有其他想要讨论的问题 想要讨论的问题 诶 这边有一个问题 诶 这边有一个问题 那我在想我非常感动 你今天的话 我觉得我学了很多 我相信你的做法 对Defend Taiwan Democracy 是非常重要 我在想 你有讲到黑客松这个事情 那我在想说 我们除了social support 台湾的台湾人 对 你觉得可以受到什么样的训练 嗯 或者是你愿意来 帮我们再做更进一步的训练 可以让我们也帮助 一起来Defend 或者是所谓台湾的 对 其实G0V的这个社群 它是一个世界性的社群 所以好比像说 G0VDC 或者是在Silicon Valley 也有一些G0V的朋友 那我建议说 就是可以 就是请您的这个 就是比较 Network savvy的朋友 去关注 G0V的这个活动 那G0V 有一个英文的网站 叫做 G0V.Asia 那这里面就是G0V的那个名言 就是说 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件事 先承认就是那个没有人 好 就是说 不是要等到好像政府 或者等到谁来做这件事情 而是任何人他想到就是 就是不见不平 他就可以把刀想住 那这个我觉得是 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我自己在 在G0V里面 其实有 Maintain相当相当多的这个 project 好比像说 这个 这个 你叫 Moenic 萌典 它就是台语 客家化 英语 法语 德语 跟这个就是Mannering 的这些词典 它是全部用群众的力量 它放在一起 那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 我们Defend Democracy 其实就是Defend a Culture 所以说我们有 我有一些朋友 就拿了我在萌典的这些工作 他就去做了一个 跟大家可能 这个 会觉得很有意思的 也推荐大家来做的 叫做 Ida Yi Ida Yi 它是一个 字典 大家如果知道说 这个 有一个叫 Urban Dictionary 就是大家会把 最新的 这些词汇 好比像说 最近最 最红的是什么 是黑洞 那 黑洞呢 大家就可以在上面说 这个 到底台语 怎样子讲 才是 就是比较正确的 一个翻译 所以我们都有 语音合成的技术 所以呢 就是它可以直接 合成 大家的这个想法 所以 像 安公千 我康 好 这些大概都可以 去提出来 所以 每一次你看到 新闻上有个新的 华语的字 你就可以在这边去 contribute 你觉得台语 应该要怎样子翻译 甚至如果你有 金盘好友 有在玩这个 pokemon的话 在那个 pokemon里面 每一个 这个 寶可梦 妙蛙 种子 结尼龟啊 这些 它也都有台语的翻译 所以 好比较说我们按 pokemon 就是pokemonster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就是 有73个人去按 就是 按 只有26个人说 按 怪怪 就是目前最 trending的一个翻译 那也有一些 比较奇怪的翻译 那也有一些 pokemon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 就是说 这种群众参与的外包 就是用来查 和假讯息 它也可以用在一个 语言的附证 它也可以用在一个 文化的传递 那每一个 其实都是一个social object 就是你的小孩 你的朋友 也都会觉得很好玩 那大家一起来去想说 诶 怎么样去翻译最新的字 然后就确保说 这个代译 是一个living language 那我阿嬷这个87 快88岁 他也非常active 他也很喜欢玩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所以我觉得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不一定都是像谣言这样子 让人不舒服的事情 也可以是像寶可夢这样子 让人很开心的事情 所以也很欢迎大家 多加入 艾南伊的这个社群 它也是距离离的 临时政府的一个专案 好 那看大家 我可不可以 make a comment share a question 主要是因为 回那个 锦柔的问题 他就说 我们要怎么样 能够在这边 能够participate 2016年的时候 我当早 美东夏令会的召集人 我又找年轻人说 到夏令会来做一个hackathon 那个时候 就是夏威 他还没有 确认 所以后来 那一年 就9月在我家办一个hackathon very small but it's a start anyway 然后今年 今年美东夏令会 我们的海苔青 也要做一个文化商务 他们是hackathon 和文化商务 of course 像这个也是 culture project 所以我想要回答 锦柔的问题 就是说 we can all do it right 谢谢 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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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之前非常受美东的hackathon的启发 应该美东的hackathon 是GDP最早的internationalhackathon之一 那后来就一直 spread到全世界都有 好 看大家再问答 请 那个 我相信你一定知道这个Duringo这个app 对 那它已经有很多的 部员都在这里 部员是文化的结构 对 所以我们台湾 是不是有办法 我相信这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因为很多我们第三台商 要赴台湾 当然这是很好的网站 但是这比较被动 对 对 对 所以是不是有办法 发电这方面 让我们海外 或是台湾的学生 这些小孩 来学习 台湾的议员 对 好 我们现在有一个 就是国家部员发电话 国家语言发展法 它才刚刚删入通过 那那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法律 因为在以前 就是像我小时候 小学的时候 是都没有台语课 所以虽然我母语 就是我阿嬷是讲台语 但是我的vocabulary到七岁以后 就没有再累积了 那现在虽然这个学校 它是有 叫做必选修 就是每个人至少要学一种母语嘛 所以台语开始有一个地方 但是它一个礼拜 还是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 那国家语言发展法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 它不是用当作一门课来教你 而是说学校只要愿意说 它全部 它维基分 它物理学 有天文什么 都要用台语教的话 那教育部必须要去确保 它有这个资料库 它最新的这些学术名词 都要能够翻成台语 当然不是台语 啊 客家化这些也都算是 而且呢 要确保说它有充足的经费 去让所有的国家语言 是一律平衡的 所以我们以前叫国语 只有Mangarin才是国语嘛 从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之后 所有的台语 客语这些都是国语 都是国语 所以我想这个是 教育部的一个非常非常幸福 非常幸福的一个概念 非常感谢这个文化部长 就是郑立军 他在开始立委的时候 就逆推这样子一个法案 所以我们是从 这个快进年度开始 才开始有预算 去做这样子的 就是全面性的 就是在实验宁国教课 刚刚的架构里面 用台语去教随便什么科目 的这样子一个工作 所以我们从 今年开始 就会开始有预算 去做这件事情 那这个也是我自己 非常非常care的 所以我们一起来努力 非常谢谢 好 您这样就行 谢谢 谢谢 差不多了 还有2分钟了 有任何问题吗 有 有 最近 那个 就是说 每次在看台湾新闻的时候 他们如果报导一些 国外的人 或者的事情 他们用 都是中文翻译 嗯 那我有时候看了 看不懂他们讲事 嗯 或者哪些事情 对 我最近也听了说 奈清德有讲说 台湾应该培养英文 嗯 对 Bilingual Strategy 这次你不讲 那这个方便 是不是台湾有证明 在台湾有证明 有 是的 对 这个也是今天 没有太多时间讲 但是其实非常重要 就是国家语言发展法 通过的同时 我们 情侦员也通过了 叫做双语 双语国家 的这样一个政策 那 就是 我们的Bilingual Strategy 那不过当然 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能没有办法讲得很清楚 不过 大概简单来讲 就是说 by year 2030 就是到2030年 那我们要确保说 所有的working level language 所有的regulatory documents 所有的official transactions 我们从今年开始是 如果是跟外国人有关系的 我们就要确保是bilingual 但是到2030年的时候 不管有没有关系的official document 都要能够bilingual ready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strategy 那它是从 我们从kindergarten开始 本来在kindergarten里面有些restriction 通过这些去防患 然后确保说 现在中国国民交易的小孩就是7岁了 过了12年之后 他有投票权了 18、19、20岁了 确保那一代的年轻人 他都very comfortable with bilingual language 的这样子一个environment 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们会有2030双云国家的政策发展蓝图 这个可以自己去参阅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说 我们在今年就一蹴可及说 所有公务员都要英文写公文 这个impossible 但是我们就是把这个基础环境去做好 然后把year 2030 我们就可以真正变成一个 白灵活的一个country 好 那今天我想 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刚好at time 非常非常谢谢大家 非常好的问题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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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你要看一下 这个男人,他一直小的我代表你呢 我们按摩 搜索 不要拍 不要拍 好 谢谢 我去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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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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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